各位,Sony终于要出电动车了 它前面有screen哦 它像Ironman的车这样子 其实这辆电动车来就是Sony跟Honda一起合作推出的 他们去年就已经讲好要一起出一个电动车 终于在今年2023的CES上面推出了啦 它就叫做Apila 超级帅的 它前面有screen哦 它像Ironman的车这样子 而且可以换的 整辆车的外形只有一个字,帅 跟平时看到的车不一样哦 它很圆滑,曲线又美 设计简单的啊,有极别科技感 总值变速度很高啦 我不是很懂怎样去形容一辆车吧 我可以告诉你,我第一眼看到是哇出来的 我一个女生都觉得很帅,好看是男生啊 哦,充电了,充电了,刚才等 看到,82%,82% 而且它充电还有灯的,那个灯条 看到没有 车头这part最特别的 这条长长的灯带叫做Media Bar 是screen来的啊 可以根据新情换不同主题 比如Spider-Man啊,Ironman啊,Kartoon等等 甚至还可以不出图 出天气,出字 哇,只是出车牌号码 还可以发光贴吗 车尾同一条Media Bar,写作Aphila 跟车头是同款,可以set主题 都供特别让Spider-Man掉出来是一个嗨也爽啊 但是看久了哦,车尾是有一丢丢像Porsche啦 Rim这边呢,我也是很喜欢 它是实行的,整个看起来就未来感 诶,现在是Prototype罢了嘛 但是出来是不是这个样子都不知道 也是啊 但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真的很好看 车顶可能我不够高,不搭拍得到 但可以告诉你们是黑色全片玻璃的 Side Mirror的部分也是很帅 变成了酱 从此Side Mirror看到的东西就全部搬进去了车里面的 大Screen 这个大Screen也是真的很大啦 从司机位延伸到副驾驶位 估计是可以同时连接不同的设备 方向盘也是好料哦 根本整个飞机站这样 好像被切掉一半的设计 握着它真的又有种控制飞机的感觉 因为我们不能够进去 所以我们就只可以在那边 这个Screen上面看它一些特点功能 OK,我们按进去 OK,这样子很明显叫Avila OK,就是说它的车这个灯条 我们可以自己拉,然后你要什么颜色都可以 对,然后你的灯那边 那个Screen上面你们可以攀各种不同的主题 我发现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很厉害的 你看啊,当主人在靠近这辆车的时候 他的车门会自动打开 迎接他这样子的样子 然后当他坐上车了之后 他就会开始Face Recognition 任脸 然后他就知道Hello,你是谁 很厉害的呗 如果真的是坐得到的话会很厉害耶 那我和你双胞胎都要这样 一定有一不一样的 因为人脸就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Face ID这样子啦 各位,谜题已经解开了 看到这边有一个camera吗 OK,这个camera 只要你把你的脸录进去了之后 以后只要看到你的脸有录进去过的人 就会自动开门 所以整辆车是没有门把 没有的自己拉着开门的 OK,按这边 哦,开门了 它不只是Face ID罢了 它就是用App也可以的 所以我们就是一按它就自动开 工作人员有讲这辆车里里外外 配备了45个镜头还有感应器 看的东西临死角 还可以有自动驾驶功能 而且里面用的是Qualcomm的顶级芯片 Snapdragon来驱动的呦 这个AZILA叻 目前它不是一个Prototype罢了啦 就是说 价钱不懂 电池续航多少不懂 估计2025年才会正式推出 但是唯一我懂的就是 Sony终于出车了 它要是一辆电动车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会买一辆Sony出的车吗 我会 我会